各位,我们天天面对最猛烈的征战 可说是我们心意里面的争斗了 我们知道应该想什么 但我们又偏偏喜爱往不对的方向来思想 特别,每当我们要祷告时 我们的意念总是会飘到别处去 以致我们很难定下心来朝见主与他沟通 所以圣经叫我们要将我们的心意夺回 降伏于主 哥林多后书第十章说 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 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 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 将各样的计谋 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知识 一概攻破了 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 使他都顺服基督 其实人堕落时 人的心意也跟着堕落了 我们堕落的心意也特别抵挡神 总是背逆神 所以你会发现 人的罪总是从人的心意开始的 更具体的说 人犯罪是从人的心意信了谎言开始的 正如夏娃 已信了撒旦的谎言后 下面便得罪神了 我们的仇敌撒旦 总爱把不对且有害的念头 放入我们的心思 他常常以谎言欺骗我们 叫我们对神心生疑惑 使我们被试探 也满有不安惧怕等 从他欺骗夏娃开始 直到现在 他都一直叫人将神的真实 变为虚谎 去敬拜侍奉 受造之物 一旦我们的心意沦陷了 一旦我们的心意 接受撒旦的谎言 而信以为真 把虚的当作实的实 从那时起 我们自然会犯罪的 我们开始就会把坏的 当作是好的 把罪视为不是那么糟糕的 所以我们若要悔改 不但是要改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心意 更是需要更新而变化 因为原来 人在看不见的心意里 是更放肆的犯罪的 有些人或许 不敢有外在的犯罪行为 因为考虑到被发现后 所要承担的后果 和人的评论等等 但他们在那看不见的心意里 却可以尽情地放纵邪恶的意念 因为别人都不知道他们所想的 所以他们也不会 遭受直接的谴责和制裁 但实际上 人心意堕落的问题 比外在看得见的罪还更危险 因为心意的败坏 是更难被发现的 所以人就更容易 习惯性地 暗暗在心意里面犯罪 且毫无约束之意 但圣经告诉我们 人有罪的意念 纵使没有行出来 也是与行出来相等 除了罪的影响之外 人的心意也时常受到 世界许多不符合圣经的观点 所影响 我们难免会受到 我们的大环境 和这世界的文化和理念影响 刚才的经文也提到 有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知识 这就如社会的主导世界观 像是唯物论 无神论 相对论等 当越多人支持这些观点时 他们就会成为一股主导力量 以致人们会产生一种要从众的压力 然而 这些世俗的理念都是拦阻人认识神的 也让人觉得基督不是必要 乃是可有可无的 所以圣经叫我们 要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 使他都顺服基督 首先 既然我们的心意是堕落的 我们就不要太相信自己的意念 我们所想的一切未必是对的 反而很多时候是出于肉体 或是邪灵的欺骗 有些信徒为了跟上世界的先进步伐 就过于开通 什么理念都接受 却没有谨慎地查验某个看似无妨的理念 是否合乎圣经 但我们要提防自己堕落的意念 还是要试验我们每个的想法 特别 要求神来检查我们的心思意念 正如诗人祷告的 神啊 求你检查我 知道我的心思 试炼我 知道我的意念 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 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然后我们也要保守自己的心意 不要被不良意念占据 乃被蒙恩意念充满 我们所多看多听多接触的 会影响我们的思想 有些事物会使我们更长智慧 更亲近神 但也有一些事物会引诱我们犯罪 或者就算不是显然的罪 也是无意义的事 接触多了不但对我们无意 也只会使我们浪费光阴 导致我们对神要我们关注的事分心 所以我们必要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 每次提到这点时 我们一定会想起保罗所说的 弟兄们 我还有未尽的话 凡是真实的 可敬的 公义的 清洁的 可爱的 有美名的 若有什么德行 若有什么称赞 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 所以我们要从魔鬼和肉体 希望我们关注的事 转为多思想神所喜悦的事 为此 我们一定要经常让神的话 使我们对罪和神的圣洁保持敏感 试想 我们要如何招架不断涌入 我们心怀意念的世俗之见呢 就是要天天读神的话 每周到教会被神的话提醒 这样 当我们去到世界 心里属灵的定见又被世界的道理冲淡时 神的话又再次能激发我们对圣洁的渴慕 和对罪的警醒 我们读了神的话后 也当以神的话为根基来祷告 且求圣灵帮助我们 让神的话主导我们的思想 弟兄姐妹 虽然要夺回我们的心意并不容易 但我们靠着圣灵的帮助是可以做到的 并且我们一次得胜了 下次要再将心意夺回 就会越来越容易 盼望我们在这心意的征战中 不要灰心 乃是能横切地靠主胜过